一家新开业的餐厅只用一招生意变火爆了全城 餐厅在装修的时候就在门口拉上横幅 写着全城召集餐厅取名 一经采纳奖励现金2万元 很多人冲着这个奖金都会来 于是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仅此一活动报名参加的有2万人 餐厅在没有开业前以2万元的广告费 就收获了大量的品牌曝光 除此之外 餐厅在开业前还办了一个活动 运用社群营销全城召集 每个人都可以为喜欢的菜取名字 共100道菜 一旦取用 以后这个人来吃这道菜就是免费的 肯定会有人问 这样做老板不会亏本吗 并不会 因为被采纳的人变相地成了这个餐厅的业务员 100道菜相当于多了100个业务员 他们可以免费吃菜 因为这道菜的菜名是自己起的 就会对这道菜有一种情感 有事没事就会来吃 而且会带着朋友一起来 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通过朋友的信息传递 所依取名的人就变成了免费的业务员 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运用这种方法 顾客会觉得自己付出了脑力活动 既有了参与感 又有实际奖励作为反馈 所以体验非常好 而老板也达到了引流和节流的目的 这就是典型的互动营销